其实剧组拍戏的时候 根本没有把那菜做出来 欧元跟我说 当时他是拿那个米菠萝 拿胡萝卜磕刻出来的 您拍完那个戏了 把那个红楼梦的影响力扩展那么大 结果自己没吃过 但是呢 孙老师和胡仙 他们两位呢 研究了这个红楼梦的菜 所以今天呢 就请大家来重新品尝一下 到底当年你们拍过的 都有一些什么菜 红楼梦选料严格 烹饪方法烤旧 对每个菜品的形状大小 都有精确的考量 就算是糕点也不例外 来这个拿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不行啊 紫儿烂了 好 往里面 往里面 太多了 现在就买个四个 那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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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要做 那两个 那两个 骨肉 就是这点 过去啊 一只块 二只 美食配美气 不同的菜肴搭配不同的器皿 在最初研究红楼燕时 孙老师在餐具的设计上 也是下了一番狠功夫 所以餐具呢 当时我们就请的 常山陶瓷公司的 专门给研究 最后他们就是 每个实际上手绘 红楼梦的一些锅 然后右下彩 把这个颜色一定 我说好了就是它 所以从83年 我们就开始用这个参具 因为83年那时候 剧行了 简单一些 现在是好业复杂 所以我们现在呢 基本上这一套 打小件就几百件 红楼梦第三是七回 秦文和西人说道 那个碟子配上荔枝才好看 摆盘的讲究 七名的考究 可见实气之美 是红楼宴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最后的工序即将完成 烤鹿肉 茄响 银耳鸽蛋 翡翠米 鸡水笋 在我记忆里 这些曾经跃然纸上的美食 现在居然真实地 呈现在我的眼睛 红楼菜肴陆续亮相 客人即将到场 我期待已久的红楼盛宴 开始了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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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演员 三十年后在剧手品尝一次《红楼宴》 弥补当时拍摄的遗憾 重温当年《红楼旧梦》 《红楼梦》里面写了很多关于吃的 我们也了解过八七版的也好 新版的《红楼梦》也好 其实剧组拍戏的时候 根本没有把那菜拍出来 也没有做出来 刚才欧阳跟我说 当时他是拿那个米菠萝 拿胡萝卜刻出来的 加点汁 让我们吃那个吃道具 都是假的 您拍完那个戏了 把《红楼梦》的影响力扩展那么大 结果自己没吃过 但是孙老师和胡仙 他们两位研究了《红楼梦》的菜 所以今天就请大家来 我们要重新品尝一下 到底当年你们拍过的都是些什么菜 好 好 今天这个冷菜呢 这是腌着鹅脯 这是枸杞羊 这是糟鸭舌 我想问一下自己的鸭舌 我刚才吃的味道很特别 它是用糟糕去泡的 你看就是演了半天《红楼梦》 其实好多都没吃过 那个年载是最简单吃饱不错 谁想到我都没吃到 待会儿有 待会儿有 这道菜呢叫移鸿祝寿 这个贾鲍鱼过生日 他就得王可卿啊 送他的银丝挂面和寿陶 这里面呢就是在贡品里有大名虾 所以我们把这个大虾呢 做成一个下跪的姿势 冲着寿陶 每个人的生日不同 但是上这道菜呢 都是同时给大家祝寿 我给四位老寿息 不用不用 一天都做不成了 免得这些虚礼吧 铁箱 做名的铁箱 这就是铁箱 你把它炸一下 在铁箱下 这个黑的就是铁箱吧 对 《红楼梦》里写着最详细的一道菜 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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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 每天她吃铁箱 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刘姥姥 都吃不出茄子味道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 别哄我了 王岐凤讲嘛 说这个茄子 就要20两银子 所以刘姥姥感觉 这够我们庄家人 是一年的 这倒要十来只鸡来配的 怪个 这个味儿啊 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今天的和尚到处要逐续化缘 准备的 切下这一类的咸菜 不是在王熙棍的嘴里头 把这个东西就描写的 那么样的 经过九成九三 那不是 拿着曹一斤写的那个九成九四 这个写的就没法吃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 第一就是茄子 用煎锅或者扒板 把茄子的水汽先给它吸走 然后用鸡油去炸 再用糟酒去煨 《红楼梦》里面写的 然后呢就用糟油一拌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糟酒 糟乳呢它有一定的药料 它适合于泡 另外有一定的香料的味道 所以呢我们就自己按照卤菜的方法 我们去掉这个糟油 用这糟去炒这些果料 盖子一起搅拌一吃 它这样的口味呢 现在人既觉得新鲜又觉得好吃 这是鸡肉做的 这是鸡肉做的 这道菜呢叫鸡髓笋 这个行业里有句话叫什么 鸡食骨度鱼之四 对 那鸡食骨度吃什么呀 我们就吃这个骨髓 鸡髓笋呢 吃这个鸡髓 在吃的时候一咬进去 你觉得是笋 但是觉得这个笋 好像那个香味跟笋又不一样 再披一披 它就是把鸡髓里面的那个 香味就出来了 你在吃非常软的一坨鸡肉的时候 你居然有吸云鸡骨头的那种感受 所以它这里面呢 它你看似简单 它工艺很复杂 第一呢 就是要砸鸡龙 这个鸡龙呢 先要用刀背去砸 一边砸 一边把那个大筋呢 就挑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刀刃去做 做成一个网纹 做一层刮一层 然后再剁 再刮 这样呢 这个鸡龙呢 特别的细密 冬笋呢 同样也要用好汤去煨 煨它 让它有了底味 然后把鸡龙抹上去 最后一道工序是什么呢 我们从鸡垂骨里面 砸开取这个骨髓 这个骨髓取了以后 加些葱姜 料酒 取清 取好清以后 我们把骨髓切一小刀一小刀 就分别点在鸡龙上 这边配一个香菜叶 很漂亮 吃这道菜真的很让人想起我们小时候 每当初春 我们家后院 都有那个小竹笋破土而出 然后旁边呢 总有一只老母鸡 带着一只小鸡 围着竹笋过程中转 再吃旁边的小虫子 他就没有想到 他吃了竹笋旁边的小虫子 没过多久 他和那笋都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鸡水笋吃完以后 什么感受 很细腻 我可还得吃一个才吃 《红楼梦》写了很多它的色 它的摆盘 它的样子 但是没有那么细腻到它的口感 对食物来说 最关键最关键是口味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你的舌头 你就那么点味蕾和食物接触的那一瞬间的感受 这才是能不能打动你的地方 在《红楼梦》的时候 在《红楼梦》里面是玩的那个飞花令的 酒令 大如君令 只要是没了我的话 可是要受罚的 最后是不是要请大家抽一支签 好 好 一人抽一个 看看抽到可以喝酒 哎呦 我这酒 我这个是茉莉 辣芽酥雪 梅花一冷 均一热 冷梅花陪热茉莉 叫供饮一杯 我辣梅 咱俩喝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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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专家人闲了时也常说这个 好了你这段说 右边腰四真好看 一个萝卜一头蒜 凑成便是一枝花 花儿落了 这个大我管 我们也要感谢各位啊 因为红楼梦是中国人的瑰宝 不管是出书拍电视剧 拍电影还有做红楼宴 都是为了把中国的文学瑰宝发扬光大 让更多人了解它 所以要感谢各位 让你们让我们记住了红楼梦 让我们了解红楼梦 也让我们给更多的人传播红楼梦 谢谢各位 我们把不同的想象力 把不同的海阔天空 把不同的天马行空 突然之间 一下子归纳到今天我们吃的那几盘菜里面 去回味我们曾经看到的书中的东西 在想你这个时候 是不是坐在如银二福 你是不是胸田挂了一块宝玉 你是不是左右做了这个菜那个菜 是不是在跟书中曾经见到过的那些人 一起嬉笑打瓣 一起迎师作父 一起生活 一起吃 一起玩 这个是今天晚上能够提供给我们的 最丰厚的想象力 有吃不满天 它就是在我们的圆寨里面 四川的这个图画就叫做八把眼 在我们成都 我们称之为九大王 小时候是经常吃到的 有亲戚结婚 自然而然就要去 如果我们都把昨天把前天忘记了 可能对于我们八把眼 传承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我礼品就听八把眼入场了 这道菜叫鸭子肉粥 这道菜出自《红楼梦》第54回 书中这样介绍 甲府庆祝元宵节 持久关征 夜深的时候 甲母说饿了 王岐粉能说 有预备的鸭子肉粥 熬这个粥呢 用这个高级清汤 代替水 来熬这个粥 加一点盐 再加一点糖 这个加糖 就是为了让这个粥提鲜 解腻 咱们这个粥呢得熬稠一点 大约在20分钟左右啊 再加肉再熬多长时间 咱们这个粥已经熬了20分钟了 现在已经很粘稠了 现在就可以下入鸭子肉 把鸭子肉放在粥里继续熬 熬个15分钟到20分钟 鸭肉里边的营养物质 充分浓到粥里 鸭肉是温补的一种食材 尤其是在夏天 人身体特别燥热 就不需要大补 那么就可以采用这个鸭肉粥来温补 早在近代的医学家 葛洪的著作中 走后背脊方就有这样的记载 咱们这个粥又熬了2分钟 现在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的粘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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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